歡迎大家 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講甚麼呢 今天和大家講故事 一個很可能對大家很有啟發性和幫助的故事 首先題目就是這樣 去美元化香港立大公 香港立大公 黃金因此大升值 這兩個題目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這是甚麼故事 這叫做Ambridge的故事 Ambridge是甚麼呢 是真的 不是大家作出來的 Ambridge是甚麼呢 就是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 十二個字 不是解別人 英文一個字 他做了十二個字出來 解釋這件事 我解解一下 為何去美元化這麼重要的東西 香港立大公 然後我才去解釋 黃金為何會大升值 大家講去美元化 說而已 那怎樣去法呢 其實有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有兩樣東西去美元化 一定要發生到 第一 就是你一個系統 跨境的交易 錢幣貨幣的交換交易 才可以做到 美國怎樣用 為何可以做reserved currency 很簡單 有一個swift system 大家聽過了 swift system 凡是美國 就是你要由香港匯錢去英國 去美國 由美國匯錢去大陸 或者甚麼都要經swift 美國封殺俄國 其中也是踢走它 他不讓他用swift 那這件事 就是說你不用到這個制度 基本上你用不到美元 跨不到境 給不到錢 難道你拿一箱錢 找人飛機去那裡交低嗎 所以這個跨境的交易系統 是非常之重要 那swift有甚麼不好處呢 簡單 時間長 如果你有試過匯錢去外國 你要知道 有可能幾天 兩天三天 那swift的運作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一個銀行 對方一個銀行 那他就給一些 經swift 就給一些訊息 給一個訊息 對方 就說 我現在拿多少錢過來給你 那他收到之後 他就接受了 然後然後 你就說 你要多少錢 你又減多少錢 那不是真正錢的來往 但是一個訊息的交換 這就是美元可以維持 作為一個交易貨幣最重要的一點 第二點是甚麼 美元 你有一個貨幣 大家將它對回到美元 用美元對美元 或者用swift 用歐羅對歐羅 但是你其他的貨幣 如果直接的時候 譬如你講完 即是想轉去泰伯 其實都是說 你不可以用美元這個系統 去做這件事 這兩樣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不可以有一個 國際通用 或者國和國之間 可以通用的系統 還有一個代替到美元的 潛湖 貨幣 談何去美元化 2022年 有四個地方 我用地方 因為香港在裏面 就不要說國與國 其實是國與國和地方 組織的一個系統 中國人民銀行 香港金管局 亞聯酋的Central Bank 和泰國的中央銀行 組成了一件事 叫做多種央行 數碼貨幣 跨境網絡 英文是一個字 Ambridge 我覺得 Ambridge 簡單說 不要太複雜 金錢橋樑 這是怎樣運作的 很簡單 在這個系統中 中央銀行對中央銀行 有十個國家 二十個國家 一百八十個國家 都是中央銀行對中央銀行 每間中央銀行 譬如香港有HSBC 有中銀 很多國家 都可以加入這些 但是交易 在底下做的時候 經上面 中央銀行 到最後 在一個叫金融橋樑 系統裏面 經金融橋樑 進行交易 這個交易很簡單 在Ledger分類著 例如簡單一點 我們跟泰國這樣宣傳 港元兌泰白 我要匯一萬元過去 然後首先 就是由這個香港的銀行 給一個instruction 香港金管局 我要匯一萬個泰白 一萬個港元 去泰國一個戶口 轉做泰白 首先 你買了一個指定的貨幣 的數目 這個數目 就在七秒鐘內 傳到對面 你在金融官的Ledger 少了一萬元 再到銀行 又少了一萬元 但在泰國中央銀行 就多了一萬元 然後 再到泰國底下的銀行 又多了一萬元 這樣便完成了 這就是 這個系統的做法 這裏有四個國家和地方 現在變成五個國家和地方 因為我們很小心 我們不想將香港作為一個國家 但其實在這個系統裡 香港的地位突然間提升了 因為將金融管理局 變成了中央銀行 這個角色 大家很簡單 就說 我給錢銀行 就告訴了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 就走過去那條橋 在橋口 就交給對面的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收了之後 就OK 大家 我收了你的錢 這個不是在金錢交易 是在分類帳 你填了 少了 它多了 這樣便完成了 七秒鐘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任何去美原化 沒有這個系統 基本上你做不到 因為你要用本幣 香港便用港元 泰國便用泰國伯 如果你用沙比阿拉伯 這個阿聯酋 用他們自己的貨幣 但它都通了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 我對什麼 這個貨幣 這個通用貨幣是甚麼 其實是沒有一個通用貨幣 他們在說 創造了一件事 叫做Unit 單位 最重要的是大家對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是怎樣組成的 簡單 又是公佈出來的 六成是由金磚各國的貨幣 成為一籃子貨幣的組合 另外四成是黃金作為本位 即是說是甚麼 如果是金磚各國有六成的話 你升我跌 他升我起 他升我起 然後其他跌 拉勻的時候 應該是很平穩 唯一一樣東西就是黃金 黃金很重要 讓大家覺得 我們用黃金來做本位 這樣大家都會知道 信得過 但如果六成不是很動動 很穩定的話 唯一一樣東西 可能不動動的是甚麼 那個就是黃金的價格 而這個 我們下一步才講 這個單位為何黃金會起 到今天為止 第五個國家 沙地阿拉伯家做出來 這個Ambridge 平台在哪裏 建立在哪裏 在香港 誰負責去和其他國家相討 香港金管局 你想想 第一 為何香港作為地方 金管局 會變成一個中央銀行的地位 理由很簡單 人民銀行不想去美元化 被人覺得是中央銀行在那裏搞事 這是最簡單的想法 香港做得好很多 香港怕不怕美國針對我們 香港怕不怕呢 其實又要看回 香港和美國的貿易 是美國有順差的貿易國家中 或者地方中 香港是第一 換句話說 美國和香港貿易 美國是賺很多錢的 在這樣的環境下 他可能 都未必會鬥香港 還有香港小 你不是中國 你是恐中 你沒有理由恐港 在這樣的情形下 香港是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地位 在這個enbridge 這個金錢橋樑 這個這麼重要的系統中 是獨佔澳頭 就是最重要的地位 在我們講通用貨幣之前 這個unit之前 現在去到什麼位 剛才說了沙特阿拉伯加入了 現在還有26個國家 26個國家 就是作為觀察國 在看著 很可能去到金磚五國 今年10月開會的時候 就會更加國家加入來 他們加入來的時候 換句話說 這個網絡越來越大 剛才我們說了 香港和法國也在談 如果談到的時候 究竟是另外做一個 還是和法國只做一個 雙邊的 還是多邊的央行 大家做這件事 大家有看到 法國也可能加入 現在全世界國家有多少 一百九十幾個 現在開始做 很多國家都在想 怎樣用本幣去做 但這是最少雙邊 很多個雙邊雙邊雙邊 現在有一個中央系統 多國的央行都可以這樣做 又這麼快又這麼便宜 這個很有機會跑出 好了 我們講完第一部分 香港為何立大公 第二部分就是交易貨幣 或者交易單位 剛才說了交易單位是甚麼 六成本身是金磚各國的 一籃子貨幣的代替 另外四成就是黃金 簡單 有系統 有一個代替的貨幣 大家都相信黃金 亦都相信黃金 亦都相信這些東西 不是你這個作素 是大家都有用 換句話說 大家沒有了猜疑 換句話說 更加容易大家接受 所以沙地阿拉伯 很快就加入了這個系統 要用這個貨幣的時候 大家會想 我在我的貿易裏面 是要用這個貨幣 你要賣你要賣的時候 就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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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題就是 任何國家或者地方 它有多少交易的話 它便要想一下 我要買多少黃金 來做了這40%的套凳 做了這40%的guarantee 所以中國過往一段時間 就不斷賣黃金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另外例如泰國 這段新聞也有刊登出來 就是泰國要加入Ambridge 所以泰國央行也在買黃金 為何每個都要買黃金 大家要明白 如果我用本地幣去換的時候 這個幣值有六成就很穩定 但有四成是黃金 黃金升的 黃金升的 我本幣買這個unit的時候 有四成是可以浮動的 如果它升10% 那我半個幣就是4% 即40% of 10%就是4% 我便很嚴重 換句話說 作為一個國家或地方 加入這個系統 我是否要拿回相當的黃金 來保證我的幣值 不會受到影響 這是國家及中央銀行要買的 所以泰國是有買的 是大家看到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二十六個觀察國 這二十六個國家 如果加入的時候 他們是否都要買黃金 答案是 因為你不想買 你本地的幣值 就是受到黃金升降的影響 大家做貿易最近的一件事 就是美元是會被人炒高炒低 尤其是對自己貨幣 它高你低你貶值 你越難買到東西 但是四成黃金可以浮動 但你可以買黃金來保住它 在這樣的環境下 當任何國家加入這個系統 加入Ambridge這個系統 是否你都要買足夠的黃金 那買多少黃金才足夠 這個很有趣 沒有人講 沒有人解釋 但是我猜 你的國家的交易每年交易是一千億 那我就說 我有七秒鐘來來回回 每日都來回這麼多次 一個月是百億四十個百分之金 或者再少一點一個星期 是二十五億四十個百分之黃金 這個大家計算 所以大家現在 如果任何國家加入這個系統 一定是要買黃金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多人買黃金 價錢是否會升呢 記住這個 你買黃金可能是以兩計 甚至以盎司計 但是國家級買黃金是以噸計 那你想一想黃金的價格 當越來越多國家加入這個系統的時候 是否金會爆升呢 這個你自己回答 不要我告訴你 去美元化最重要的兩點就是一個系統 第二一個代替貨幣 這兩樣東西都完成了 在這裡 在做的了 香港 金管局 是立於最重要的主委 它負責和各國去談 亦都是平台捉在香港 香港是否國家去美元化的先鋒 是否立大功 你想想 好了 黃金如果是佔於這個所謂交易貨幣 單元的單位佔了40% 當大家都要買的時候 要加回自己 拿回那麼多黃金的時候 黃金價格是否會升 好了 講到這裡 故事就講完了 M Bridge 記住 但我一日去做 金錢橋樑 利益申報 周蓉你有沒有買 金當然有 買我買多少 老實說 在我來說 不少 但是 在別人來說 在國家來說 我當然是 欣賞過欣賞 但這不是重要的東西 這就是 你看到這樣發生的時候 你是否會乘機去做一些事 這是我自己覺得 我應該做的事 好了 另一件事 有人經常都這樣問 香港買金怎麼買 其實香港在全世界來說 買金是最容易的地方 第一 例如 你去金舖 哪一間都可以 當然我不是說買飾金 有些是用K金 18K 又買真金 你打了一隻龍 打一隻鳳出來 加了很多附加費 所以你買那些 沒什麼好處 如果你要買金的話 可能是買金幣 金仔 那些比較好 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買金的ETF 香港聯交所 都有幾隻金的股份 或者金的ETF 你可以買的 即是股票化了它 再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去銀行 不知道你哪間銀行 但香港幾間大銀行 都有紫黃金 就是買一錢一錢一錢 買 即是十錢等於一兩 即是一樣的 沒有所謂 金就是金 但這些 就是你見不到實物的 你說不是 我要實物的 那你去金舖好 去銀行好 你都可以買到實金 所以香港買金 就是不難的 但是今天這個故事最重要一點 就是大家千萬千萬不要說 香港只懂得跟中央拿東西 我們對國家的貢獻不大 聽完這個時候 重中之重的全球去美元化 誰做趙子龍呢 香港 大家可以釋懷 我們都為國家貢獻不少 好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